少年的你终于在万众期待中上映了 这部影片一直都受到了观众的关注 这次重新上映 不少的粉丝都非常欢喜 毕竟是杨千玺自己第一部电影 对她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了 杨千玺自然是一个看起来很酷的男生 但是她对待自己的演艺事业也非常认真 无论是唱歌还是跳舞 她都会拿出她全部的精力 去完美地完成每一次的演出和挑战 这次她和周冬雨在一起合作 也是非常大的惊喜了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的是 在高考前夕的时候 因为在学校里的一场意外 改变了两个少年的故事 而他们互相的保护对方 在守护对方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感情 但是杨千玺饰演小北这个角色 也是非常让人心疼的 她也是一个小混混 整天喝酒就爱捉弄别人 有时候还会打架 所以在影片中 一杨千玺有一句非常虐心的台词火了 观众纷纷累撒 这票房值了 那就是当时小北打架受伤了 而陈宁就很关心她 她就说了一句 你是第一个问我疼不疼的人 也是有着很心酸的故事了 不知大家觉得 一杨千玺的演技如何呢